今天是将军府被抄家的日子,官吏们像过境的蝗虫,连下人屋里的鼠洞都掏了个干净,生怕漏掉财物。 不过他们显然失算了。 偌大的府中,能跑得早跑了,只剩下年幼的小主子们,被瘸腿的老管家护在身后。 还有一些胆小的下人没跑,战战兢兢地等着官衙来收人。 我鞋底下藏了百两的银票,还有一些碎银子缝在贴身的地方。 抄完后,领头的官员扫尸了一圈,严肃的脸旁露出一丝淡淡的同情。 明日午时发配,最好是带上些保暖的衣物吧。 这一家小的小,残的残,唯一一个全户人还是个手无腹鸡之力的尸妾,怎么看都活不到北江。 等人一走,二少爷萧西便哭了起来,我要爹爹,我要爹爹。 哇! 才十岁的大少爷萧东也红着眼眶,怒气冲冲地推了推弟弟,能不能别哭了,哭哭哭,就知道哭。 我看了看怀里土泡泡的小家伙,感觉头更疼了。 真是,妖兽啊! 流放的路途中并不平静,沉重的枷锁和脚铐摧残人的意志。 萧家的小崽子们一开始还没认清事实,走了没一会儿就闹着要喝水,要坐板车, 直到官差甩下鞭子。 他的一声打在他们面前,再叫唤,下次老子可饶不了你们,赶紧走。 真当自己还是身份尊贵的世家子呢? 老管家颤颤巍巍地护着自家小公子,伸出几块碎银地过去,讨好地笑道, 官爷,您大人有大量,莫要跟小玩一般见识。 我垂着眼眸,没出声,过了半晌才掏出几块干硬的玉米饼递给两兄弟。 少年没一皱,怒火昂扬地打掉了我手里的玉米饼,谁要吃这种贱物? 反倒是年纪小些的消息,从地上捡起饼便乐呵呵地啃了起来。 阿兄,我饿。 萧冬气得不行,却被我充满冷意的视线震住。 既然大少爷不愿吃我的东西,还望往后别求我才好。 谁要求你了? 等到了镇上,我就让管家去买糕点。 然而瘸腿的老管家没能活到下个镇上。 第二天,他的尸首躺在了野外, 胸口藏腻的财物被搜刮一空。 几位官差去打了酒,买了烤鸡,喝得鸣鼎大醉。 还以为是趟苦差事,没想到能有油水捞。 唯一护着他们的人不在了。 我身旁的萧冬握紧拳头红了眼眶, 一夜之间仿佛成长了起来。 因为是流放,给犯人的伙食不是吸得可怜的粥水。 便是一小块咬不动的硬馒头,一天且只有一顿。 官差们黏腻的视线也曾从我身上刮过。 他们一有所指地道,想吃饱,得拿别的来换。 没过多久,少年便趁没人注意时, 带着弟弟跪在我面前,恳求道。 申姨娘,求您,照拂一下希尔。 她不为自己求,只为右弟求。 照拂可以,但以后你们得听话。 我不想被连累,我问道,你想好了吗? 食食物者为俊杰。 少年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离北江越近,天气便越发冷。 我给自己和两兄弟准备的都是外边看着破,实际很厚实地会熬。 尚在墙堡里的萧北倒是不用担忧,朝廷为了名声,配了个奶娘跟着。 当我以为能平安无事到那时,夜里休整,一双手却摸向了我的衣领。 是那个曾想让我尾身于一顿馒头的官差。 她恶狠狠低声骂着,将军的女人,我偏要碰一碰,反正上头也不让你们活。 暗夜中,我睁开眼,将路上削尖后时刻藏于手中的竹尖露出,趁其放松警惕时,狠狠地往其驳梗扎去。 你。 男人捂着血流不止的喉咙,想出声喊人,却静止地永远躺下了。 我吸了口气,手颤抖着从她身上搜刮财物和露饮,随后镇静地去寒醒萧氏兄弟二人。 哦,对,还有个小的。 萧熙想说话,却被萧东瞪了眼。 跟我走,我从囚车内轻轻地将孩子抱起,往北江的另一座城杆。 好在距离不远,等天微微亮时,我们已经走到了城门处。 北江荒凉,连进城买卖的摊贩都没几个。 守门的城卫打着哈欠,问道,来做什么的? 大人,我是逃命来此地落户的,我抱着孩子。 抹抹勒道,我家官人死了,留下三个孩,日子属实难过。 这里因离达达人尽,时常有村落被掠夺,户口变来变去并不稀奇。 城卫眼中闪过抹同情,他随意地搜了搜,便抬手道, 进去吧,进了城,我带着幼崽们去吃了碗没有肉馅的馄饨, 顺便打探了夏护雅所在地。 馄饨里撒着青葱,老板娘看我们可怜,又多挖了点猪油。 萧东吃着吃着,忽然落下了泪,他问道,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是吗? 我点点头,以前的名字不能用了,待会落户时问起,你们便跟着我姓。 对了,我姓申徒,不姓申,喊了好几年申姨娘的萧东。 他小脸战红,娜娜说出一句,谢谢,来此地是我早前便想过的事情, 毕竟是跑路,总不能马马虎虎,只不过我当时想的是一个人跑。 如今带了三个挂件,落户千成一人,需要五两银子, 去村里开荒倒是不用,北地鸣风彪悍,但外边危险, 鬼知道啥时候有达达人来搜刮。 我想了想,肉疼地问道,大人,能分期吗? 不能。 好吧。 我终究还是掏出了脚底藏着的银票,负责盖章的护书,看到脸都绿了。 于是我身途月明下,水灵灵地多了三个孩子, 成为长相街的寡妇一个。 二。 剩下的银两,租了院落,再买些生活用品,便所剩不多。 路过卖绿豆糕的店铺时,萧西乖巧地朝我笑着, 小手指抹了抹流口水的嘴角。 她朝我喊道,阿娘,想吃这个。 我,我看到一两银子半斤的告示牌,一巴掌揉了揉她的脑袋,插腰骂道,吃吃吃,想屁呢。 回家啃炳去,兜里的十两银子,再用八两给老三买了支母羊铲奶。 真愁人,最多还有半年就要坐吃山空。 我能干点啥好,以往的穿越大神,能卖美食。 可我观察了一番,以我普通的手艺干这个,一家四口估计得饿死。 实在不行,只能干回老本行了。 杀猪猪,我是专业的。 如今想开个猪肉摊子,却没那么容易。 割肉的铁刀不能少,我去问了铁匠铺, 在里头砍价砍了半天,老铁匠才不情不愿地给了一两银子的最低价。 老铁匠气得胡子翘起,你挡在我门口,我这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我自知理亏,只能厚着脸皮笑了笑,我这就离开。 范叔,这杀猪刀就拜托您了。 赶紧走,后日再来取。 剩下要搞定的便是稳定肉圆。 千城荒凉,连带着养牲畜的民众也不多, 城里头的早就被酒楼预定完了。 我连着跑了好几天附近的村庄,才在一个偏远山村里找到养猪的人家,约定好每周送三头过来。 我给的价格比市场要多时稳,还不用它们散卖,对庄户人家而言是个好买卖。 大约是今日运气不错,回去的路上我还抓到了一只扑腾乱飞的三色锦鸡,顺带摸了几层骏子。 正好带回去熬锅鸡汤,都补补身体。 流放途中可以说是一点油水没有。 想到三个熬熬带补的幼崽,我长叹了口气。 穿过夜幕回到矮水巷,破落木门前坐着两道小小的身影。 远远的,小家伙的脑袋正一上一下小鸡啄米打盹。 大兄,娘啥时候回来呀?我好饿。 闭嘴,她不回来了,更不是你娘。 大典的少年眼眶通红,抬起头强忍着不让泪珠落下,咱俩都是累赘,没人要的累赘。 我心间一酸,这是以为我偷偷跑路了吧。 悄然靠近,屈指赏了她一个板栗。 背后屈去喂娘啥呢? 萧东愣住许久,名为西纪的光渐渐浮现于眸中。 她嘴硬得别过头,我没有。 我单手抱起老二,拍了拍老大肩膀,扬了扬手中的锦鸡,豪气十足道,走,今晚吃肉。 月末,城东多了一个不起眼的肉摊子。 手起刀落,骨架上肉丝不粘。 古有刀丁解牛,今由我身徒月解猪。 我卖的猪肉价格公道,慢慢便引来了不少顾客。 昔日的萧大少爷放下了架子,仰起笑脸在摊子旁边吆喝。 新鲜鲜的猪肉,便宜又好吃,快来尝尝咯。 路人见他小脸白嫩,便停下来打去。 小家伙,你家这肉当真新鲜又便宜。 不会是吃秤吧? 萧东也不怯场,大大方方回道。 萧子,您放心买,要是少了,金粮你就回来找我娘算账。 一旁的我,哎,太笑了。 不过我的手比称还准,提一提便知几斤几两。 哪怕是想找茬的客人,也挑不出来毛病。 久而久之,我的肉摊子生意变好了起来。 有了余钱,萧熙时不时也能吃上绿豆糕。 他素来乖巧不闹腾,知道自己帮不上太大的忙, 就待在家中认真地带起弟弟。 我算完近日的收入,把正在未积的老大叫进房屋。 你想不想接着读书识字? 曾有神童之名,熟读四书五经的萧冬如今换上了麻衣, 稚嫩面容微愣。 他忘了忘我,垂下眼眸,方吐出一句,不想。 我点点头,既然你想,那为娘肯定会供你读出来的,放心。 萧冬,他欲言而止,一脸震惊, 您年纪轻轻就耳背了吗? 能活下去就已经很好了,读书得花不少钱。 对于已经懂事的萧冬而言, 那是在给这个破碎的家增加负担, 他不想成为拖累。 我笑眯眯地摸了摸幼崽的小脑袋, 这个年纪不读书,你怎么睡得这样? 禁止摆烂。 这里民风未开化,连带着城里的叔叔也并不多。 只有一个老秀才,还在兢兢业业地坚持讲学。 他见萧冬小小年纪,讲话条理清晰,言之有误, 见之欣喜,仅收了一条五花肉,作为树修。 是个好苗子啊。 老大的学业进展顺利了, 我的杀猪大业却遇到了挫折。 好生意容易遭人红眼,特别是同行。 借位原本独占熬头的猪老四就经常骂骂咧咧, 说,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出来卖肉,像什么话? 我要是她夫家,非得修了她不可。 这不,一群地痞流氓混混突然找上门来, 问我索要保护费了。 这里可是我们龙虎帮的地盘, 你今天必须给我们十个铜板, 不然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我看着摊前这一群脏兮兮瘦弱不堪的少年们, 有些为难。 他一拳下去,会出人命啊。 领头的少年还没我高, 他的视线从猪肉上滑过, 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两边凹陷的脸颊也跟着耸动。 咕噜噜, 不知道是谁肚子发出的声音。 饿不饿? 我从衣袋里摸出食文前, 又拿出两个原本准备当晚饭的菜包子, 递了过去。 少年愣住, 揉了揉眼, 好似尽了沙开始泛红。 他迅速接过, 文明般递到了生蟹, 和伙伴们一同跑开。 一旁卖鱼丸汤的赵大娘, 刚从河边拎了鱼回来, 见状急忙喊道, 小虎, 小虎, 你跑那么快做什么, 大娘这还有鱼丸汤呢? 不要了。 照大娘微微叹息,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 语气沉重地解释道, 他们都是之前守城将士的后代, 爹娘都不在世了, 可怜的哟。 小虎有个病秧子妹妹相依为命, 估计又是生病了, 才来问你要保护肺的, 岳娘子, 还望你不要怪罪他们。 时文刚好是抓一副风寒药的钱。 我切好肉递给客人, 没说早已知晓那群孩子的身份, 仅是笑着应承道, 您放心吧。 夜晚收摊时, 突然有个草纸团在我面前落下, 上面的字体歪歪扭扭, 大概意思就是 我得罪了朱老四, 他要找人收拾我, 我没放在心上。 然而第二天, 按约本该来给我送猪肉的装户人家, 却没有来。 萧西抱着墙堡里的弟弟, 紧张地拽住了我的衣角, 娘, 你记得今晚早点回来, 我给你做饭吃。 说来惭愧, 这个家里点亮厨艺技能的居然是才六岁的老二。 我拍了拍幼崽圆润的小脑袋, 好。 又去摊上挂了个暂时歇夜的牌子, 把杀猪刀用布条裹好, 别在腰间, 方才出了城。 猪老四其实没用什么太高深的手段, 他只是抬了抬价, 多出了食文钱, 养猪的农户便同意把肉卖给他了。 卖谁不是卖呢? 和他们讲契约精神也是听不懂的, 别说道理了。 我从纸壶的窗户看进去, 多的是光溜溜的孩子。 穷苦人家, 只有出门干活的人才能有衣服穿。 有黑愁苦的面容上充满了歉疚, 用一口浓重的香音说道, 屠户娘子, 你再去别的地方瞧瞧吧, 卖猪仔的多这里。 我无奈至极, 这次下山没再遇到紧机, 可怜杀猪刀都没派上用场。 本来沉重的心情, 在看到萧熙捧着一碗长寿面出来时, 突然释怀不少。 小家伙脸上还沾着面粉, 甜甜笑道, 娘, 祝您长命百岁。 性格别扭的萧东 也递出来一张画像, 耳间微红着说道, 我画得不是很好, 你别介意。 墙堡里的萧北 挥着手土泡泡。 啊啊, 我接过面条, 像是打了鸡血般, 瞬间斗志昂扬, 等着, 不就是养猪吗? 谁不会? 娘一定让你们都过上天天有肉吃的日子。 是时候该出手整治这个时代, 没有阉割过的骚猪了。 当屠户的这段时间, 我积攒了不少银两, 又找之前的护书在城外批了快荒地, 我的养猪大业正式开启。 那些无家可归的将士后代有了固定的住处, 不用再挤着破庙。 他们替我养猪, 我给他们吃食和住处。 小虎十分感激我, 若有人去我的肉摊子上闹事, 冲最前的就是他。 时间流逝得极快。 阉割过的猪肉一出来, 迅速俘获了千诚人的心, 成了北疆的一大特色。 买肉还送菜谱。 各大酒楼每天都来询问 能不能多供几斤肉。 但我们却没过上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昏庸的帝王为了造宫殿上条民税, 外边的达达人到了冬日便开始虎视眈眈。 这几年有战神在边城守着, 达达人不敢轻举妄动, 可人终将会老。 那位年于古西的战神, 在听闻唯一的女儿死在深宫之后, 便一病不起。 北疆的天变了。 在除夕那日, 达达人偷袭了附近的村庄, 踏着铁骑将千城围了起来。 我收拾好细软, 把粮食都埋进了菜缸底下的地窖, 吩咐道, 你们近几日莫要出门了, 好好在家里待着, 知道吗? 萧冬放下书卷。 举起菜缸堵住入口, 眉目间是隐忍不住的担忧。 我感觉千诚保不住了, 兵力过于悬殊。 十五岁的少年身子挺拔, 抽调了不少。 最小的萧北脸颊圆润, 藕结式的胳膊扒拉着我的衣角, 将糖葫芦凑到我嘴边, 娘辛苦, 不怕。 萧熙打着手里的算盘, 头也不抬地说道, 亏大了, 这批猪崽子都没养多久。 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只会哭着喊着 要绿豆糕的幼崽了, 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 做生意的天赋。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活着最重要。 我出言安慰了一句, 手中动作不停地 把银票塞到鞋底。 幼崽们, 城破那日, 我还在收拾着肉摊子, 数不清的铁骑冲进城内四处肆虐, 挥刀便是一条人命。 弟兄们随我冲, 抢粮食抢女人。 敌军大喊着, 到处皆是哀嚎声。 我在街尾看到了朱老四的尸身, 肥胖的脸上, 围于惊惧。 赵大娘在慌乱跑着, 我想到平日里受过的一些恩惠, 上前拉住她, 小声喊道, 从这边走, 那边全是人。 好, 好。 她害怕地拽紧了我的手臂。 我们穿过一条小路, 眼看就能回到家, 赵大娘却不小心踩到了枯枝。 发出极大的声响, 四处肆虐的鸭鸭人, 一下子冲了过来。 哟, 这还有两只小老鼠呢? 赵大娘躲在我身后, 猛地将我推了出去, 脸上再也没有往日的瓷盒, 奸声道, 官爷快瞧, 这小娘子年轻好看, 不像我这老太婆, 她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祸事。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三个鸭鸭人下了马走过来, 抬起手要摸我的脸。 我面无表情地掏出腰间的杀猪刀, 老伙计, 开工了。 等我回到家中时, 身后再无一人。 萧东躲在门后, 透着缝隙观望, 见我身上虽有血迹, 但没伤痕, 方才松了口气。 娘, 咱进地窖躲着吧。 我点点头, 心里总有挥之不去的担忧, 以及一阵后怕。 心软是病, 得治。 带着三个孩子, 我在地窖内藏了半个月, 直到粮食快要吃完。 本以为能躲过一劫, 我贴着墙壁, 却听到外头再次传来了马蹄声。 威蚁。 我深吸了口气, 嘱咐道, 待会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们都别出去。 两兄弟瞬间红了眼眶, 娘, 你别丢下我们。 只有年幼的萧北,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总比全领了盒饭好。 我下定决心。 毅然爬出了地窖, 周围全是举旗的将士, 煞气十足, 一个个都能吓哭小孩。 但他们好像, 和之前的达达人不太一样。 就在我陷入疑惑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嗓音。 身途月, 男人骑着一匹汉鞋宝马, 身穿盔甲, 手里提着一柄红鹰枪, 锐利的目光似要将我看透。 我看着那张帅脸, 呆愣在了原地。 草, 死去的王夫突然复活, 是怎么回事? 远远的, 一抹倩影朝我飞扑过来。 他抱住我, 激动道, 小月月,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正是我那位爱寻夫不知所终的主母, 江云念。 江云念激动完, 小心翼翼地朝我问道, 你知道冬儿他们如今在哪吗? 女人秀丽的面容上满是担忧。 我回过神, 垂下眼眸指了指地窖, 他们都在等你回家。 是了, 养了几年孩子, 差点忘了人家还有亲娘。 没人知晓, 其实我很羡慕江云念。 她是个合格的穿越女, 也像画本里的女主角。 做肥皂, 纸玻璃, 弄火药。 这些技能全都解锁了, 而我只会养猪。 萧景与她青梅竹马长大, 两人情义深重。 原主的身份是江云念屌妹。 武将之女, 她来探视时, 意外发现我也是穿越者。 为了救我, 才不得已给我安了个侍妾的身份。 我虽然名义上是萧景唯一的妾室, 但实际和她半毛钱关系没有。 若不是念着江云念的恩情, 当初跑路的时候, 我也不会戴上三个幼崽挂剑。 如今人家亲爹亲娘归来了, 我这个姨娘便没了用处。 我只是个普通人, 养了好久的猪, 也没能给孩子们盖一座院子。 萧景如今成了一方萧雄, 地位全是皆有, 别说是一座院子了, 说不定这江山以后都是她的。 我忍着内心的酸涩, 给他们指了路, 默默转身离开。 被搜刮过的千城, 如今更为荒凉, 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 我借了马骑出城外, 往养猪场的方向越走心越往下沉, 也不知道小虎他们活没活着。 我来得不及时, 场内早已没了小猪崽子的踪影, 想必是被打打人抢走了。 到处都是了无声息的躯体。 小虎缩在猪圈角落, 用手臂护着一个孱弱的小姑娘, 再也没有别的动作。 哥哥, 哥哥, 小姑娘眼里含着泪珠, 咬紧嘴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 我过去将她抱起, 她才趴在我肩上嚎啕大哭, 跃移。 哥哥把衣服都给莺莺了, 我这才发现, 冰天雪地里, 少年的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衫, 莫怕, 莫怕, 将小虎的尸身收敛好, 我为众人盖了座新坟。 等来年开春, 我再带莺莺回来看你们。 我背着小姑娘回到千城准备辞行。 好巧不巧, 将军和主母正在抱着孩子们回忆往昔, 一家子眼眶通红。 看了看正在抹泪的江云念, 我迟疑伴上, 上前说道, 夫人, 我要走了, 日后有缘再见。 此话一出, 萧氏三兄弟最先忍不住。 娘想去哪? 您不要我们了吗? 乃团子萧北扑过来, 抱住我膝盖, 嚎啕大哭。 北儿不想娘走, 娘不要走。 比起对亲娘有记忆的兄长们, 最小的她反而对我依赖感最强。 她哭着, 醒来得莺莺不明所以, 也跟着哭了起来。 我尴尬极了, 默默挪了挪步伐, 没像往常那般抱起奶团子哄, 而是轻轻拍着小姑娘的被安抚。 小孩子的心思细腻, 葡萄般的黑毛, 一下子暗淡不少, 泪珠挂在羽结上, 惹人疼惜。 江云念将其揽入怀中, 毫无芥蒂地道, 阿月是因为这几个皮猴要走吗? 你养大了他们, 喊你一生娘是应该的。 我并不介意, 也不全是我愁愁片刻, 最终选择说实话, 您知道的, 我并不愿意被困在后宅, 相比起待在将军府, 养猪对我来说更快乐些。 有个屠户养母, 与他们日后的名声而言, 不是什么好事。 我知晓得江云念眼眸微弯, 拉过我的手, 轻声劝道, 只不过如今正值乱世之秋, 你不如多待些时日, 等安定了再走。 再者, 也得为这小丫头考虑考虑。 她说的正是莺莺, 看着眼巴巴一脸哀求的养子们, 在想到莺莺病弱的身体, 眼下确实不太适合离开。 我缓缓笑道, 那我就厚着脸皮, 多蹭几顿夫人的饭。 一旁的萧景眼眸幽深, 夫人管的可都是本将军的粮。 因为苟皇帝的不作为, 如今天下分崩离析, 萧景迫不及待想要洗刷 自己曾经的通敌罪名, 平定达达后一路率领大军 押进了京城。 江云念则管着军队的后勤, 替她打点一切。 原来, 当初萧景兵权在握, 遭到了帝王的猜忌, 差点被信任的手下捅刀子。 只不过命大, 又被救了回来。 救了她的是一个医女, 两人在山中生活了一段时间。 等江云念寻到她时, 失去记忆的萧景 已经和医女成亲拜了堂。 知道这件事时, 我很是诧异。 江云念眉目间 早已眉了当初的四亿张扬。 她淡淡地笑着望向我, 是不是很惊讶, 我居然会忍着。 明明说好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最后却只有我在遵守。 我老实点头。 江云念说, 我放不下的不是她, 是我曾经毫不保留的那些付出。 总不能让别人摘了果子吧。 她是个聪明人, 不会歇斯底里地和夫君闹, 只是悄悄地把心门合上了一大半。 找回孩子后, 她更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似是想弥补迟来多年的母爱。 对此萧冬苦不堪言。 她找到我, 愁眉苦脸道, 娘, 你劝劝我母亲吧, 我只是看着瘦了点, 真不用天天喝什么十全大补汤。 我笑得东倒西歪, 一边给乖巧的莺莺扎小辫子, 一边劝道, 你母亲也是一片好意, 再忍一忍罢。 少年背过身去, 听着我的笑声, 微微弯起了唇角。 远景二年, 萧景攻破京城, 升秦立地, 逼其下了最几兆退位。 短短一年,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登基后, 封了江云念为贵妃, 后卫静空悬着。 大概是看在孩子们的份上。 我从申姨娘变成了申品, 打算在京城养猪的计划又泡汤了, 我恨。 那位依女则被封为德飞。 安置完一切, 我去看望江云念时, 发现她静坐在同镜前, 一言不发。 你, 不用劝我。 江云念白首, 笑出了泪, 多可笑啊。 我和她相识多年, 如今她却说我只是个商女, 身份不够, 不能当皇后。 我默默吐槽了一句, 死渣男真不是人。 她扑斥一笑, 站起身转了一圈, 绣满金丝海棠的裙摆浮动。 你看我现在, 像不像一个合格的古代女子。 不想笑可以不用笑的, 我抬起手, 想抚平她眉间的苦意, 实在不行你, 也偷偷养几个小白脸算了。 男人嘛, 日抛用品。 江云念呆滞了一瞬, 指了指自己, 不会吧, 只有我是恋爱脑吗? 她重新刷新了一遍对我的认知, 看上去倒是没那么伤心了。 我深藏宫语明地踏出殿门, 却看到不远处的梅树下, 一道明黄的身影正静静望着, 不知站了多久。 犹豫了半晌, 我决定装作没看见, 目不斜视, 往另一个方向走, 结果她没放过我。 男人低沉的嗓音由远到近, 蕴含着淡淡的苦涩之意。 云念她, 怎么样了? 陛下若是担忧, 何不亲自去瞧一瞧? 我转过身, 望向她布满血丝的眼眸。 肖井转动着手上的御班纸, 许久才吐出一句, 我怕, 我怕看到她失望的神情, 更怕她像对陌生人一样, 对我。 她坚毅的面容, 难得露出脆弱神情, 像是找到了一个垃圾桶, 语速极快地倾诉着。 淮南之地不稳, 如果没有世家的助力, 江山大概又要易主。 日后我会慢慢补偿云念的, 这是眼下最好的法子。 而后卫就是她向淮南世家 给出的合作诚意。 我打断她, 陛下不用与我说, 需要听的人是江贵妃。 讲了那么多, 全都是借口, 不爱听。 这皇帝又不是非当不可。 萧景愣了愣, 你说得对。 她下了决心, 迈开步伐去找江云念。 两人有没有重归于好我不知晓, 新朝刚历, 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 连半大小子萧东 都被亲爹抓去办事了。 只有我悠闲地在湖边垂掉, 萧西每日都要来我的宫殿里诉苦。 捧着本诗经抱头痛哭, 这知识怎么就不尽脑子呢? 她的父皇给她安排了许多大儒当老师。 然而萧西算盘打得好, 在读书上属实没多少天赋。 娘, 你能不能日后出宫的时候带上我? 我替你看账本, 那得你母亲同意才行。 萧北和莺莺在放风筝, 闻掩土舌头做了个鬼脸, 嬉笑道, 二哥笨。 我把吊起来的锦里虫心丢回湖中, 视线不经意间和湖亭里的身影对视上。 那是个清秀婉约的女子。 她轻轻朝我汗手, 提步走了过来。 申婷姐姐看来很讨孩子喜欢。 我行了个不伦不类的礼, 得飞过誉了。 得飞纤细的手腕从腰腹俯过, 眼中羡慕之意退去, 柔声说着, 我也想被换一生娘亲。 可惜, 她迟迟没有自己的孩儿, 总能如愿地, 我随口附和了句, 却没想到女子的眼眸一瞬间亮了起来。 真的吗? 借姐姐急言了。 她像是许久没和人说话一般, 叽叽喳喳地分享起自己的心事。 我知道大家都讨厌我, 觉得我破坏了一对神仙眷侣。 可我也不想得, 明明是陛下非要以身相许, 我以为她没有家事才答应。 德飞吸了吸鼻子, 语气委屈, 早知道就听阿爹的告诫, 不随便在路边捡野男人了。 你阿爹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负心汉啊。 我, 这是能听的吗? 还以为这位会是个宫斗能手, 没想到看上去仍有些天真。 怪不得江云念提起她时, 语气颇为复杂。 从那一面之缘后, 德飞便时不时跑来找我喝茶。 萧北不太搭理她, 莺莺吃了德飞调制的养生药丸子, 倒是挺喜欢这位德娘娘。 惹得某位贵妃一脸忧怨。 江云念像是一个熬了三天三夜的打工人, 脸色灰青泛白, 恨不得将我从床上拽下。 啊, 为什么你们能这般清闲? 不行, 都给我卷起来。 平安无事地生活维持到新皇后进宫那天。 萧景又食言了, 她不仅娶新皇后, 还要办选秀。 江云念再也绷不住, 冲进御前殿和她大吵了一架。 萧景, 你个王八蛋。 萧景没像以往那般哄她, 脸色铁青地砸着瓷器, 够了。 朕如今是天子, 不是那个任你使唤的穷小子。 在当上将军以前, 他不过是江家资助的慈幼院孤儿。 江云念,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不觉得很难看吗? 男人失望的目光将他心底的感情彻底击碎。 江云念忽然就冷静了下来。 他福贵在地, 磕了磕头。 陛下还欠着切身一个愿望。 我如今想好了, 为愿与陛下。 生不同事, 死不同学。 好, 好, 萧景气急, 拂袖离去, 朕如你所愿。 我得知消息时, 正在裁剪花枝。 因为过于震惊, 导致手上动作出偏差, 娇养的海棠花散落在地。 江云念病倒了。 与此同时, 萧景正在隔壁的凤鸾宫迎娶皇后。 我过去探望, 发现老太医正摸着他的脉搏锤类。 这, 娘娘似有游进灯窟之像啊。 能养吗? 我将一袋银两塞了过去, 焦急问道。 老太医小声答, 若是能静养, 或许能多活二三年。 磕磕。 江云念醒来, 挥了挥手, 不用为难太医了, 我自己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 我实在是对他恨铁不成钢, 你就这样认栽了吗? 自己缠绵病榻, 看着夫君当新郎。 放心, 我留有后手。 他抱住我, 滴滴泪意染湿了我的衣裳。 阿月, 我累了。 我还有系统呢, 之前早就完成了攻略任务, 得到了回家的机会, 只是舍不得走而已。 等我脱离这个世界后, 麻烦你照看一下孩子们。 若能离宫, 也带上他们吧。 行, 隔日一大早, 我领着一群幼崽们, 去给新来的皇后平安。 路上碰到了目的相同的德飞, 她从我手里接过莺莺, 颠了颠, 露出笑颜, 重了些。 莺莺羞怯地捂住小脸, 谢谢得娘娘的养生丸。 西丸仔, 她小声提醒我, 工人们都说, 这位世家贵女胜为严苛, 申姐姐要小心。 萧氏三兄弟已经知晓亲娘的遭遇, 此时心情都十分低落。 父皇怎么能这般对母亲, 消息愤愤不平,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萧冬捂住嘴。 慎言, 祸从口出, 她抱着打哈欠的老三, 眉目冷冽, 老二, 我们如今不是在虔诚, 没有人会像娘那样, 纵着你胡闹。 凤鸾殿中, 新皇后坐在高位, 威严十足, 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之间, 仿佛用尺横凉过一般。 她长相不算出众, 敷着厚粉, 唯有细长的眼尾, 略带米意。 你们都是宫里的老人了, 应当都知道规矩, 不必我再多言说。 皇后敲打完我和德飞, 就开始打探江云念的情况。 看得出来, 她很是在意 这个曾经是萧景妻子的人。 不仅如此, 皇后是个宫斗能手。 在不起眼的地方, 克扣起江贵妃的奋力, 时不时吩咐众人 替她抄写佛经, 江云念要抄得尤其多。 皇后小心翼翼地试探完, 发现萧景根本不在意 她对发妻的刁难后, 更是放开了手脚。 例如, 江云念病重时 再也喊不来太医, 屋里多出各种各样 带毒的物件。 虽有我的探望 和孩子们的看顾, 江云念的身子 依旧一天比一天虚弱, 醒着的时候甚少。 宫里进来的新人 一天比一天多, 御花园 也不再是冷冷清清的模样。 萧景没有展现出 对哪个妃嫔的偏爱。 说来可笑, 她一个月来我这的次数 居然也算得上多。 每次都是来回踱步, 问, 你说, 云念怎样才肯不置气呢? 朕是天子, 哪能放下身段 求她原谅? 都过去这么久了, 总该消气了吧。 她以为江云念 像以前一样只是单纯地在闹脾气, 最后都会选择原谅。 我, 说完了吗? 陛下说完了就走吧, 此地风水和你不合。 萧景在我这儿没讨着好, 静也不恼。 为了逼心爱之人低头, 她用江氏一族的前途 来威胁江云念。 哪里知道 第二天江家人全辞了官, 甚至请求让她与贵妃合理。 这招不起笑, 她又下旨。 欲把三个孩子全寄到皇后名下, 这招是有效的。 萧景等着贵妃来求情, 只要她一求, 服服软, 她就会撤回旨意。 可她等啊等, 却等来了贵妃的死讯。 我骂完狗皇帝跑去找江云念时, 她已经处于回光返照的状态。 她脱着残败的身子, 穿上最好看的衣裙, 跳了一曲拓之舞。 弥留之际, 江云念紧握住我的手, 嘴角尖难弯起。 阿月, 可不要学我呀。 你要清醒地, 一直清醒地活下去。 我心间被密密麻麻的藤衣淹没, 不知何时哭出了声。 怎么可能? 萧景怒急, 将书案拍得四分五裂。 来人, 把这造谣贵妃的奴才拖下去砍了。 奴说的都是真的呀。 陛下, 您去瞧瞧就知晓了。 等萧景亮呛着步伐, 赶到江云念所在的宫殿, 三个孩子却不让他去见最后一眼。 萧东谋中的讽刺之意毫不掩饰, 父皇别忘了答应母亲的事。 逆子, 滚开。 他看着后殿升起的火光, 心中不想预感更甚, 不顾阻拦冲进去后, 却只看到了抱着骨灰弹出来的我。 我微笑, 陛下, 人都死了, 何必惺惺作态呢? 你莫不是忘了。 是你亲手将他推上的死路, 任由他被戳磨。 聂尔, 聂尔, 男人目自欲猎, 猛地吐出一口血。 他不在意我的话语, 伸手就要抢走坛子, 却抢不过我。 走, 聂尔, 我们回家, 你不是最爱看海棠花吗? 我种了满园, 你睁开眼看看好不好。 只可惜, 再也没有人会回应他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我安置好江云念的身后是没多久, 德飞在被皇后罚跪时晕倒, 枕出了三个月的身孕。 他欣喜异常, 却又不敢声张。 岳姐姐, 我终于当上娘亲了。 不仅如此, 他怀的还是双胎。 萧景封磨了一段时间, 整日宿醉不管事, 也不在意得飞怀了几个孩子。 朝臣们意见都很大, 纷纷前来劝说。 直到他知晓了皇后之前做过的事, 方才突然恢复清醒。 他开始以众释迦, 让皇后受尽戎宠宠, 只收回了那道记名的旨意。 我不明所以, 也懒得琢磨其用意, 开始计划等德飞生产后, 去哪里进行养猪大业。 德飞有了身子, 口味也变得稀奇古怪, 吃了便兔, 没一阵子就消瘦了不少, 看上去愈发楚楚可怜, 摇摇欲坠。 就连萧北和英英玩耍时, 也小心翼翼地怕冲撞到他。 两个小家伙怯怯思语, 也不知道德娘娘肚子里的是弟弟还是妹妹, 以后我就是哥哥姐姐了。 我看着他肚子一天天变大, 脸一天比一天小, 仿佛看到了江云念的影子。 德飞是在冬日生产的, 他被皇后宫里的狗吓着, 没站稳摔倒在地, 提前发动。 大雪纷飞的天气极寒, 一盆又一盆的血水倒出, 伴随着女子撕心裂肺的痛呼声。 不好了, 吻婆跑出来, 急忙到, 胎儿脚往下没法生了。 这种情况下, 大人孩子都不好活。 保德飞, 我历生喝道, 用你的脚捡, 医者不自医。 明明怀有医术, 她却没法让自己平安生产。 然而我没料到, 平日里看着柔弱的德飞, 竟自己划破肚皮, 把两个孩子接了出来。 月姐姐, 她脸色苍白到近乎透明, 颤抖着将孩子递给我。 我, 听不到他们喊娘亲了。 求你, 抚, 养。 我没听到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那双细白沾了血迹的手腕, 便从空中垂落。 此后, 养仔生活再次重启。 我的名下又多了两个孩子, 一个患瑞雪, 一个叫风妍, 因为是早产儿, 照顾起来尤为艰难, 连哭声都和小猫似的。 好在他们生命力顽强, 青黄小脸终于慢慢长出了血肉。 瑞雪像得飞, 性子竟不爱哭闹, 风妍则与姐姐相反, 闹腾得不行。 萧东几个很坦然地 接受了自己多出来的弟弟妹妹, 特别是萧熙, 她抱娃动作比我都熟练。 真是应了那句话, 除了读书, 样样都行。 萧景来看过一眼, 没提半句得飞的死, 只是轻声说了句, 皇后那里你不用脏了自己的手, 我会处理。 朕的孩儿就交给你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远景五年, 淮南世家纷纷倒台, 萧景亲手给皇后送上了一条白铃和毒酒。 童年, 江云念留下的后手显现, 她绣的荷包里放满了毒, 萧景戴在腰上从不离身, 很快就卧病在床, 犹如没了生机的枯木。 那毒很磨人, 据说发作起来, 骨头就像被蚂蚁啃咬, 又痛又难挨。 她大约是知晓的, 连快死的时候都要把荷包放在胸口处, 不停地喊着念耳。 我知错了, 你接我走吧。 我和孩子们平静地看着她咽了气, 英年早逝的结局挺好, 只有刚成年的萧东有些悲伤。 她仓促地接手了这满目疮痍的江山, 没法离开, 只能目送我带着萧北几个小的离开皇宫。 娘,你走了啥时候回来呀? 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少年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抚道, 等鸡灼顽米, 火烧断锁。 没有带太多的金银珠宝, 我在鞋底藏了银票, 背了两个瓷冠, 身后跟着一串幼崽, 奔向养猪的场地。 我身徒月, 今天也有在好好活着, 藩外, 不知从哪天起, 萧国官员们的节礼统一变成了猪肉。 奇异的是, 这猪肉还没有骚味。 宴席上, 已经年余三十的帝王突然发出一声爆喝。 什么? 居然有人敢去我娘的肉摊子上闹事, 是哪个不长眼的, 真要去砍了他? 没人敢吱声。 谁能想到, 当今皇太后最大的爱好居然是杀猪猪呢? 众人都知晓, 京城里有个神秘的猪肉摊子, 万万惹不得。 一旦惹了, 远在异地的藩王公主们, 都会连夜进京上门问候。 就连他们英明神武的帝王也会跟着发疯。 其他国家的孩子是在马背上长大, 但萧氏子弟在学会骑马前就学会了骑猪。 因为我的养猪场, 能穿上衣服, 吃上肉的百姓越来越多。 完成了事业, 我送得飞回家乡, 送江云念入大海, 带着莺莺去千城看望了旧人。 又送走了许多孩子, 才在八十岁那年不舍得闭上了眼。 因为是喜丧, 周围的哭声倒是不多。